1948年11月,由于淮海战潮形势越发不利,国军徐州角总副司令杜玉明,率领徐州的30余岸军队向南撤退。 在华野的努力和蒋介石的大力帮助下,华野成功地追上了南撤到杜玉明集团。 1948年12月4日,杜玉明集团的30万大军,被华野包围在城关庄。 当时,华野完全有实力和条件,一举戒灭杜玉明集团,华野却直到近一个月后,才发起了全面进攻。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 在论述历史时,很多人经常风采单独讨论辽省战役、淮海战役、平级战役这三大战役。 但实际上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间,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,特别是时间上有重合的淮海战役、平级战役。 在杜玉明集团被包围的1948年12月4日,华为解放军,开始截断国民党副作义集团各部队之间的联系。 但由于华为解放军当时兵力较少,一时还无法完全对副作义数十万军队,形成战略包围。 如果副作义此时全力拿着的话,华为解放军更难阻挡,那么,平级战役就将流产。 为了留住副作义,中央决定在全国各大战场营造军事脚项,要副作义以为自己还可以在华北继续坚持下去。 因此,中央要求华也暂时停止攻击,被包围在陈关庄的杜玉明集团,要副作义觉得自己还不是解放军的主要进攻目标。 而华也也正好利用这段时间进行休整,和对杜玉明集团发动政治攻势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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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